小雨等你来看 笑什么 你笑什么呀 我明白了 原来你有练父亲节 我练你个大头鬼 你看 你看他们俩 让开 一模一样 跟双胞胎似的 对对对 来 原来我想过 他大意了 以前从来没有听你 提起过你爸 我跟他又不熟 提他干吗 你跟你爸不熟 开什么玩笑 从小就没管过我 每天动不动就消失 要么就是去公园算题 我妈受不了 就离婚改嫁了 把我一个人丢给他 公园算题 算什么题啊 那些数学题呗 其实他是一个挺聪明的人 虽然他的学术想法 有时候有些疯狂 以前还挺多人尊敬他的 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应该也是为了逃避一些事情吧 逃避 逃避什么 好 在他的世界里 所有的问题 都应该像数学一样 有一个标准答案 可是自从我妈改嫁之后 他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能在他的心里 是这样 可能在他的心里 唯独感情 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吧 不过还好 我跟我爸 选择了不同的思路 有的问题不需要答案 有的事情不需要想明白 过好自己就好了 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 赚钱 养他 现在不也过得挺快乐的吗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别跟我说你要养我这类的话 辱骂 当然没有 我只是在想啊 像你这种性格呢 到老了之后 八成不会有人愿意 和你生活在一起 很有可能会老无所遗的那种 不过你放心啦 我跟宽永呢 都比较有钱 等以后我们两个的房子里边 一定会留出一间专门给你 好不好 到时候欢迎你随时来住 放心吧 我就算变成老太婆 也不会到你们两个老头家去住 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小局 真的 我向你保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狐狸 我们是不会老 你忘了吗 等有一天你变成老太婆的时候 我依然会像现在这样 一点都不会变 一点都不会变 怎么样 是不是挺上去很气啊 对吧 对 对对对 对对 松高 舌尾 喂 舌尾 说话了 还带了一个人 非要去见千花小姐 我拦都拦不住 谁 什么 招严公主 在哪儿 就在那边 徒山千花 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漂亮 多谢赵元公主夸奖 你能出现我们的婚礼 是我们的荣幸 我今天不光要出现你们的婚礼 我还要给你们证婚 千花 恭喜左祭司了 不知道 昭燕公主大驾光临 晚辈有事愿意 你不知道我要来吗 我还以为你们在等我呢 左祭司 我和新娘子有话要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麻烦出去一下 待会儿上台 还要把梅珠再给你带一次 我先摘下来去装备一下 我先摘下来 那我先摘下来 我先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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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菊啊 那个 宽永他们在你那儿吗 那你把宽宇的手机号告诉我一下吧 喂 宽永 我是关皮屁 我想问你要一下苏梅的电话 没有 我就是 就是女生聊天啊 她上一次说一起吃饭嘛 喂 是苏梅吗 你好 我是关皮屁 不好意思啊 打电话把你叫回来 我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你客气什么 你说 你说 你知道慧妍是谁吗 慧妍不就是你吗 啊 慧妍就是你 你就是慧妍啊 嗯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 这样吧 我给你看 你看图上的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不是你的格式装吗 就是换了件衣服 这还是宋朝的你 就是明朝的你嘛 你还记得上一次 你差点把我害死吧 我是认真的 别开玩笑 快 你帮我看一下 这到底是谁啊 这个宋朝的呢 他叫宁闻 这个明朝的 叫香丁 他们和你一样 都是沈慧妍 不过呢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多久以前啊 大概 九百多年吧 青木大人呢 是我们湖族最高的首领 传说 他爱上了一个人类的女子 那 他们是生了贺兰 人呼一类不能同婚 所以贺兰大人一出生了身体就特别差 而且眼睛也看不见 贺兰大人是青木大人唯一的血脉 所以爱之深择之切 青木大人 对贺兰大人要求非常严格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 身体还有能力 无法去继承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健康的幼狐 应该再一出生 就被弃之荒野 自生自灭 这么残忍啊 这很正常啊 狐狸野外求生本来就是很艰难的事 如果自己都没有捕食能力 谁管不了他 可是青木大人还是留下了荷兰大人